那這兩天的疫情當中 最受到大家關注的就是基隆兩歲男童 他染疫之後發高燒到42.4度 被家人是趕緊送到衛福部的基隆醫院 但由於布基他是沒有這個兒童加護病房的 所以醫師建議轉院 那沒想到打了很多通電話到醫院去 卻他們都說他們那個病床都滿了 沒有辦法收治這名小男童 那最後是轉到這個北榮 不過呢就是送到醫院之後搶救7小時 這名小男童最後還是不幸過世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又有被質疑 是否有卡關的現象 對此衛福部的政務次長薛瑞人員 今天也作出回應 薛瑞人今天上午在立法院受訪表示 本期事件可以檢討的 只有地方政府沒有善用EOC 也就是緊急醫療應變中心的體系功能 如果基隆市衛生局若經調度機制 相關人員就可以看病房情形 並且指引轉送醫院 而非一家一家的聯繫 可能是聯絡協調上有什麼問題 導致當天值班人員 不知道EOC的管道來快速聯絡 好對於這個說法 這個基隆衛生局 他們現在是出來喊冤了 他們說使用這個系統 大概要花一個半小時 但他電話一同一同打 打到第四家 就已經可以就是轉院了嗎 所以他認為他們呢 在這個程序上並沒有延誤到 那我們接受到富力基隆院的要求協助 我們難道可以說你就去用那個系統嗎 我們一定是接起來 趕快在系統 這套系統外面我們再做一個 做一個輔助的聯繫 對 輔助的一個聯繫 基本上還要到醫政科 還要去查系統比不上電話一線一線聯絡 而事實上媒體有報導說轉了四家醫院 不是這個樣子 是聯絡了四家醫院 一通電話有沒有 有時候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就可以解決 所以你覺得用這個電話 反而比那套系統來得更快就對了 不敢這樣講 但是就昨天的經驗並沒有更慢 昨天的礦工透過這個平台去運作 到他能夠找到醫院去收治它 總共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之間 而我們因為直接一家一家 那我們知道這個緊急醫療作業系統 他登錄是一個小時跟動一次 但跟動的時候還實際的床位 跟那個也許會產生的落差 所以我們透過他十點半 護立基隆醫院提出的這個需求 我們在十一點二十六分 就給他的一個床位 讓他們對接跟轉床 所以事實上這個的時間就時間性而言 並沒有所謂的有延遲性的一個效果 各位想不到一個小時 我們就對接了一個醫院 讓他們能夠去做轉床的 轉院的一個動作 事實上這個速度是算是快的 那證明基隆的兩歲小男童 他被送到醫院之後 醫師要診斷說他其實除了染疫之外 還懷疑他有病毒性的腦炎 那他轉到台北中央之後 搶救七小時 最後依舊宣告不治 衛生局有詢問過這個基隆長根 也有詢問過三種 台大馬街 那當時都是因為床位少 那沒有那個病床 所以後來是轉去北融 基隆兩歲男童從發病到死亡 只有短短兩天 成為這波疫情中 第二個喪名的兒童 外界關注 院方花了三個多小時 才把他轉到兒科加護病房 有沒有延誤治療 他們都有來處理這個小朋友 這個包括抽絮、發燒 還有一些呼吸等等 這些狀況都有在進行 並沒有說有等待而不做治療 或延誤治療的一個狀況 指揮中心15日否認疏失 但承諾會檢討轉院流程 回顧這起事件 男童被保護傳染 12日出現咳嗽等症狀 快篩養性 到布立基隆醫院掛急診拿藥後 回家休息 5月13號的時候 那這個小朋友就開始有出現 發燒抽搐活動力不佳的一個情形 男童在當晚7點43分被送到布基 體溫高達42度 醫師懷疑是病毒性腦炎 建議轉院 但院方從基隆問到台北 包括台大等4家醫院都無法收治 最後在14日凌晨2點 才轉到台北榮總 搶救7個小時後宣告不治 初步先收到死亡的診斷書 是有這個新冠感染合併急性腦炎 以及多重器官衰竭 不過男童的詳細死因 還有待指揮中心進一步調查 好 剛剛其實我們有提到 這名小男童 他從發病到死亡 只有兩天的時間 其實真的非常短 那到底在這兩天當中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帶大家一起來了解一下 這名小男童 他是在5月12號的時候 出現這個咳嗽的感冒症狀 那家日長呢 幫他快篩是陽性 之後就到醫院做PCR 拿藥之後就回家了 那隔一天5月13號PCR結果出來 確定就是確診了 在晚上7點43分的時候呢 把這名小男童送到這個 衛福部的吉隆醫院 那當時小男童已經發高燒到42度 甚至還有抽搐的現象 這真的超可怕 42度其實一般承認都已經快受不了了 對 真的真是高到一個不行 那在晚上10點半的時候嘛 那醫生就建議要轉院 因為這個布基呢 是沒有這個兒童加護病房的 那其實啊到了這個10點半到11點 將近也是11點半過了一個小時 衛生局呢其實才介入說 可以聯絡北榮 那在這個晚上11點56分的時候 安排救護車來轉院 大家看一下其實從晚上12點到這個 5月14號的凌晨1點35分 過了一個半小時之後 這名小男童終於抵達了北榮 那在經過差不多7個小時的搶救之後 最後還是不幸的死亡 這就是小男童這兩天內發生的事情 那其實啊兩天內從發病到死亡 真的令家長非常的措手不及 也非常的難過 對 我們知道 這名兩歲男童的染疫高少 轉送了5家醫院都無法收治 那大家就想說 難道是因為現在醫院的床位數不夠嗎 不過中央疫情流行指揮中心 是強調說目前床位都足夠的 沒想到這個說法 就被台北市醫師職業公會打臉 問題出在人力而不是有沒有空床 那剛剛在這個專責ICU給兒童使用的部分 有提到就是說北部這邊還有6張的空床 那另外混合型使用的空床部分 全國是369 那這部分都有一些還有空床的情形 公會秘書長陳亮甫醫師表示 現在雙北地區醫療資源確實已監禁滿載 主要是因為人力的問題 因為有太多醫護確診 即便有空床仍無法開設 此外小兒科與成人的照護專業不同 石灰中心所稱的空床比例 不代表確診重症患者能立即住院接受照護 目前急診病況嚴重程度堪比雜戶病房 因為病房降載或是太多醫護確診而無法開設 導致有需求的確診或非確診者患者 都集中在急診 可能讓患者轉院到另一間醫院的急診室 無法保證接受完整的治療 希望社會大眾了解醫療的現實 與目前資源的限制 務科則孩童轉院過程中無法收治的醫療院所 我們知道其實除了這一次的 基隆南投染疫重症死亡 其實在4月的時候 新北市中和也發生一名2歲的 南投染疫之後死亡的事件 那大家就相當到 相當的害怕說 這一次這波疫情 到底對兒童的影響是怎麼樣 那根據衛福部他們就有統計 也可以看到這個數據上面 就是根據目前今年已累計的 672,980個案 那幼童染疫中重症死亡 我們可以看到死亡目前是2位 那重症的有7位 中重症的則是10位 那這是根據衛福部最新的統計 但是我覺得小孩真的 染疫之後不能輕忽 因為我們看核症狀的話 家長應該都要特別的警惕 因為他們很容易感覺跟也是成長年長 那個年長者一樣 很容易就急速惡化的狀況發生嘛 那其實現在就有醫生說啊 對於兒童來說 Omicron不是小虎 已經是虎姑婆的等級了 呼籲家長別遲疑 該打疫苗的年齡就不要再等待了 台大急診醫學部 臨床教授李建章15號在臉書說 大家都普遍認為Omicron 對打了疫苗的青壯年人口是個感冒 如果把這樣的觀念帶到兒童 可能就錯了 他提醒 Omicron對兒童是特別鬆猛 根據美國統計數字發現 兒童Omicron住院比例高於成人 在高峰時期 整體住院人數是Delta時期的5倍 Omicron流行期間 死亡總數上升3.3倍 自2022年以來 全美共有616個兒童死亡 香港統計15%的小朋友得到Omicron之後 有神經學上的表現 會驚人也會演變成腦炎 對兒童疫情才剛開始 其重症能量已經亮起了紅燈 不敢想像當高峰來的時候 這些兒童要去哪裡住院 好 我們今天新聞開始的時候有講到 其實可以做咳嗽來分辨 你到底是中了這個新冠肺炎 還是只是普通感冒而已 那到底要怎麼分辨呢 其實呢 如果你是一再的乾咳 而且是持續性的咳嗽的話 還伴隨了聲音沙啞 那你這個可能就是中了這個新冠肺炎 另外啊 如果你說咳嗽之外啊 還有發燒啊 疲勞啊 頭痛啊 肌肉痠痛啊 等於是你整個人真的都非常不舒服了 對你吃了藥之後也沒有改善的話 那可能也就是中了這個新冠肺炎 那也很盡心家長 如果你是小朋友嘛 尤其是很小的小朋友 他沒有辦法說話 然後你也沒有辦法判斷 到底這樣子是中了 還是沒有中了的話 還是可以就是用快篩來判斷 這樣是比較正確的 對 那我們可以知道 基隆這名男童他高燒到42點多多 其實是非常可怕的 那其實就有醫師指出啊 就是他認為說一般兒童發燒 如果超過41度 就一律當成疑似重症來看待 中山醫大腐射 醫兒兒童部科主任謝忠學表示 只要兒童體溫大於等於41度 一律要當成疑似重症看待 需要立刻帶小孩到急診科來看診 他解釋 是幼兒體溫調節中樞不成熟 感染後容易高燒 但很少超過41度 如果超過這個溫度 可能是併發腦炎或敗血症 兒童感染任何病毒 都可能導致病毒 順著血液進入腦部 進而造成腦炎 5歲以下的幼童 較容易出現嚴重腦炎 如果病毒通過不成熟的血腦屏障 進入腦部 將很難逆轉結局 因為腦細胞不會再生 破壞了就是破壞了 因此嚴重性腦炎 癒後很差 不是快速死亡 就是留下神經血後遺症 很少能完全康復 好 現在家長一定很擔心 只要小孩發燒了 你都會覺得好像很緊張 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醫師現在就有來提出了 五個原則家長可以跟著做 首先第一個 他說你耳溫或肛溫要38度以上 這個才算是發燒 那如果發燒的時候 第二個動作 你可以讓他先洗這個溫水澡 來降溫 水溫大概是在32到35度 會是最剛好的 那如果小孩發高燒到38.5以上 你就可以考慮使用這個退燒藥 那服用的間隔 是需要隔4到6個小時的區間 那如果真的很嚴重燒到39度以上的話 你可以再使用這個肛門的退燒劑 那肛門退燒劑也是需要隔4到6個小時 那如果小朋友他在服用這個退燒藥水 兩個小時之後 這個體溫還是沒有降下來 然後高在39度以上的話 也可以來考慮使用這個退燒的塞劑 那這邊有個重點 這個退燒塞劑呢 跟你這個退燒藥不能夠同時並行的 必須是吃完藥之後 大概過兩個小時 才可以來服用這個退 肛門的這個退燒劑 這個很重要 家長一定要畫重點 把它畫起來 那其實目前的這個兩歲以下的幼兒 是沒有適用的這個快篩試劑 但是萬一這個兩歲的小朋友呢 在居家隔離 自主防疫 或是居家檢疫期間的快篩出陽性的話 現在經過醫師的遠距的判斷 然後認為說你這個確定是陽性的話 那就等同確診 家長不需要帶小朋友到醫院 再做PCR 雖然他們是不符合快篩試劑試用的年齡 但是因故 如果仍然接受了快篩檢測的話 那我們尊重這個醫師的評估跟裁量 如果經醫師評估確認 然後透過遠距 或者是說用這個待看診 來確認的方式 經過醫師評估確認 這個快篩陽性的結果 而且醫病雙方能夠達成這個確認的共識的話 我們就依照 醫師的裁量來認定 他也是一個確診 好那相信啊 對很多家長來說 在家裡啊 自己要幫小孩快篩 真的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因為他小孩一定會就是亂動 扭動 甚至還逃跑嘛 而且弄到鼻孔裡面 超不舒服的 就像這種感覺吧 這個表情可能就是我們照片上的這個樣子 那到底要怎麼樣讓小朋友呢 可以比較乖一點的讓你快篩呢 醫師有指出啊 其實有個很重要的重點是 必須啊 就是家長要把這個孩子抱得緊緊的 這樣子呢 那個準確度也會比較高 那除了這個之外 醫師還有說其他的小撇步 我們一起來看 一個小型他就會受傷了 那這個時候父母親 可能臉上就三條線 通常母親臉上三條線 就是抱緊處理 父母親的雙腳呢 要交叉 出來 要把他的小朋友的雙腳夾住 接著手繞過小孩胸前 控制他的雙手 一隻手把他的兩隻手 一隻手把他的兩隻手 給環抱 他這個比較胖 好 那 不要緊 然後再來我們會有一隻手騰空 那這個時候 我們騰出來的手就要把他 固定在他的額頭 這時要用力把小孩固定在懷裡 以免剛剛被說胖的他 情緒激動 接著是關鍵 棉棒不能太長 可以自己撿到大概八公分 高過試劑瓶就好 他在做檢查的時候 他還是會動的 那這個時候短的 他可以比較輕易的 就是快速的 追到小朋友的鼻孔 然後伸進去 棉棒如果太長 小孩掙脫的時候很容易受傷 拍攝這支影片的 新北聯誼耳鼻後科醫師 林洪穎強調 小孩的鼻道窄 比較難做快篩 爸媽不要太挫折 其實我們的棉枝 能夠進到我們的鼻腔裡面 兩到三公分的地方 然後 我們就可以輕輕的一個畫圈 畫個幾圈之後 兩邊的鼻孔都做 那這樣子其實 肩體的量也是夠的 最後就是做完了以後 也不忘要 給小朋友抱抱一下啦 安慰鼓勵他一下